那个把录影放在论坛 所以上个礼拜第七次 那今天第八次 所以已经我们进度已经三分之二了 所以如果前面的部分 假如说理论上应该要熟了 所以如果假设还是有不是那么熟练的部分的话 那请各位回去再把那个你假设不太熟悉的部分 我想再重听重做过 那另外云端上也有对应的程式嘛 就是我们每一次上课的云端白板上面 然后上个礼拜日期跟数学 其实尤其日期里面那个产生一整年的年历 那个部分 其实难度是最高的 不过呢 我也有把那个程式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如果假如你做的过程当中有问题 其实还是可以参考这个年历部分 年历部分我上面还有加上注解啦 反正你就是可以参照看这怎么做 那里面的话有一个最大 就是跟前面比较不一样的部分就是那个 如果是蓝的话 因为蓝它是英文的名称 那英文名称的话 将来如果说你要丢一个英文名称 可是问题是吹我们跑回圈的时候吹通常是蓝的话 只能用数字不能用ABCD 所以你必须把1234改成ABCD的话 那我这边有一个算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我觉得导楼 应该已经算是想到最简单了 应该没比这个更简单啦 你可以想想看如果还更简单的话 你可以再分享给我 那这个里面的关键就是说 我增加一个字算是ABCD 如果我跑1的时候那我就是抓第一个 第一个字的意思 那跑2的话就抓第二个字 那跑3的话就抓第三个 意思类推 那我们可以用哪一个函数 用me的函数去把它做切割 只要把那个第几个字这个有没有 放J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它就会转换啦 因为这一题刚好 它要的第二个第二栏它要是A 所以我就把那个前面再补一个A 这个长安可以再调整 那同样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放在其他的地方 然后再格式化 格式化里面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如果你前面已经有写过 那个格式化SUB这个格式化条件 那你可以用call的方法去呼叫它 call格式化日期 那它就会直接再去执行上面那个SUB 不过前提特别需要 你一定要有那一个东西 如果你没有那个东西要call不到就发生错误了 程式就停在那边了 OK应该有同学遇到 然后没写那一段 你要call的一定call不到了 OK 那所以上个礼拜的部分 我们把它打开来 基本上大概就是把那个重点微顾一下 不外乎就是还有删除列有没有 跟插入列 最后这个地方有做到 马上可以把它加上去 可以快速的 所以如果你工作里面刚好会需要加入控白列的话 上礼拜讲过 OK 程式不多 三行而已 一个回圈加一个roll 没有insert 但是要反向的 OK 所以又多学一个反向回圈 上礼拜有讲到 所以如果你假设不太熟或记不太起来的话 这边就有了 反向的话前面的数字比后面的数字大 但是后面请你要补一个step-1 这个概念一定要熟悉 另外的话呢 我讲过的东西尽量 你就最好准备个笔记本 或者是讲义里面把它写一下 因为这些东西你将来工作上遇到的话 你就要马上可以找得到 那我的习惯 我是放在我自己的云端白板上面 或者我的云端上面 那放云端的好处就将来我也比较好找 因为放云端 除了电脑上可以看到之外 我的手机只要打开的话 其实手机里面也有云端硬碟 有一个app 那直接打开也可以找得到 所以有的时候我人在外面 我要看我之前写过的层次 一样可以在云端白板里面可以看到 OK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随时想要找就可以找得到 因为像这种东西难免会忘记 没有人那么厉害 把所有东西都记在脑袋里面 怎么可能 OK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时候 你一定要能够找得到 另外当然你Google硬碟的好处就是上面可以搜寻 而且如果你搜寻关键字 它也会帮你找到 里面假设有出现过什么 比如说插入空白列 你找它也会告诉你说 这个档案里面有这个东西 所以云端硬碟蛮好 我是觉得还蛮好用的 因为你把它放进去将来要找的话 也比较找得到 千万不要以为你都记得起来 其实你真的都记不起来 有没有 像上礼拜讲过的东西 如果你可以把它从头到尾再做过一遍 做正确 那你真的是厉害了 对不对 连我都不一定有把握 更何况 因为我自己写过的 我说真的 我要重新再写过一遍 其实不保证都一模一样 那怎么办 所以像我要求 如果每一次上课都要一样的话 那我一定要把它记下 那我每一次上课真的会上不一样 因为城市没 可能今天的心情 跟下一个礼拜的心情其实不一样 或者是那个想的又不一样 我说写来一点去都写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以为 同一个人写的城市都会一样 也会不一样 OK 那怎么样能够达到一样 就是你要把它记下来 我记下来我就看我之前写的 我再想想看是不是就是这样写 那自然而然会有写共 至少会比较一致性 不要说有的时候写这样 有时候写那样 那如果像有些老师上课就不自一致性 那学生就会容易 confused 说老师你怎么那个时候写这样 现在你又写另外一样 到底是哪样才对 不过之前有听过学生是说 某些老师常常说 前面的你都把它忘记了 我们重新再来过 那永远都重新来过 那到底哪一个是对的 那这样就不是很好 我比较就是最好跟你们讲 你就记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记太多 反正我怎么写来写去都有固定的模式 这样也比较好记吧 有没有 你会把我们写来一句都差不多吧 缝回一圈 那有不一样的部分 我会特别把它强调出来 反向的 如果插入空白列 就意思 删除空白列 就delete 这样OK 请各位呢 如果要能够真的把用在工作上 一定要熟练 所以回去的话 不论如何 反正上班的时候 只要有类似用到的 反正你就用上班时间 老板的时间 OK 老板也不会知道 应该老板也不会反对吧 OK 那你就是在上班的时候 同时练你的VBA的话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程度提高 OK 你的效率也提高 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正向的 算双赢的局面 因为老板希望你效率提高 你也希望你的专业度提高 好 两箱当然都更好 OK 所以上礼拜部分的话 我们大概就是把它再就是复习过了 另外的话就清除 清除的话就是 特别说要清除 我这本写的 比较特殊 有同学回去真的还蛮认真的 就把它直接拿来用 我清除的话是这样子 那就有同学搞不清楚 为什么这边有三行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比较贴心一点 我清除的状况是 我要清掉它的时候 我先把这个资料先保存起来 等到清完之后呢 我再把它放回去 OK我的想法是这样 不然的话如果你清楚的话 假如你只有写什么 写这一行的话 他就会把A2到L3 就是那整个范围全部都清掉 但问题我第一天没有 我理论上我年历 我都希望一定都要保留第一天 OK我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那我要怎么把它保留 很简单 你就把A2 这个A2指的是什么呢 A2指的就这一天 有没有 你就先放在哪里呢 先放在一个A 意思就是先把它保留在一个变数里面 然后等到它清空之后的话呢 他再把这个A写回去 这样就等于有那个效果出来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其实说真的 其实我不讲 你们可能有些同学 还不知道能够这样用 但实际上真的没有那么复杂 有同学 就可能还是跟那个变数啊 或者是像这种Range还是不太熟悉 不过说真的没有那么复杂 大概就这样 OK 那最后的话呢 上面是清 这三号是清除资料 尤其是这一行 保留第一个储存格 那最后的话呢 再还原格式 OK 因为里面有格式 所以把它还原掉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再来就年历 看你要输入哪一天 有没有 我们就输入2020好了 OK 这已经2020 OK好 按确立 那一样就把那些动作全部跑完 其他的话我想 就上个礼拜讲过 如果细节部分 假设你还是不太清楚的话 我是建议你回去 可以再把那个 我们第七次上课的影片点开来 然后再细部看一下 OK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比如说你做到哪个地方的问题 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 我会随时给你们回应的 就怕你们回去都没有练习 然后所以就不会有问题 我就说你们有没有问题 我怕你们都没有问题 有几种状况 是真的你们都很厉害的 要不然就是回去都没有练习 就不会有问题 会有问题就是因为你回去有做 OK 所以这个 当然因为你们上班 可能也比较忙碌 所以不一定有多余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 其实你要能够慢慢翻转 你目前的状况 你要能够更好 你一定要多花一点时间 在对的事情上面 如果你不愿意花一点点时间 去做一点点对的事情 你永远不可能翻转 OK 就像说我们上上礼拜 上上礼拜有一个作者 他不是好来要跟我合照 要请同学帮我照相 结果他后来 就传了一个排行榜给我看 结果我就看到他的书已经排到哪一个位置呢 Top 1 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一本书 OK 你们要小看他 他虽然个子不高 看起来不起眼 可是他非常非常认真 他是很认真的人 而且他找了很多人去帮他写序 有没有你看 他这个书上面 找了一堆一堆人 都是很知名的人 有没有 OK 那其中有一个是我 OK 我是另外 因为他要找我写序的时候 我还有一点 惊讶 有点吓到 他想说为什么突然找我写序 第一个我跟他其实真的是 那一天是真的我跟他第一次见面 我真的是跟他第一次见面 但是网路上有一些交流 可能他就交我FB 然后希望交我LINE 不过好像还希望我加入什么他们很多的群组之类 当然我都玩不去了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一些社交 而且他们好像还有额外会到外面吃饭 然后会有一些什么 可能我不知道 但是我听到他要写这本书我记得蛮开心的 因为怎么会有人跳火坑 因为像这种东西真的是吃力不讨好 而且要把它写完还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真心觉得有人可以愿意做这些 而且能够把一本书写出来也算是功德意见的 因为像这种东西要真的把它写完毕 要花非常多的心力 然后我听他讲他花了十年的时间写这本书 所以他其实没几岁 不过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是有这种志向 把一本书写出来 就像最近有书商也一直希望我写书 但是我每次都把它故意忘记 老师你有没有 我说好像已经有进度了 OK 就是主要是希望我能够写一本VBA的书籍 因为目前法院的书籍很多 但是真的写的我觉得示范 我觉得说可以拿来上课用 或者是很简单就可以学会的话 我觉得倒不是那么容易 像这本书 当然我也推荐你们看 不过你可能以目前你们的程度 应该是只能逛在那边而已吧 就是看会有看比较没有懂 另外我有看过他写的 真的他写的非常的厉害 但是一般人要把它看懂 其实倒是不太容易 另外的话他其实里面 我有跟他讲说 一边录一点影片或之类的 不过他没有 因为其实说真的学电脑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看影片比较快 这样你看书学会 应该是比较困难的 对不对 因为你看书 书毕竟是抽象的 你书看完之后 你要能够把那个东西做出来 还是有一段距离 那影片的话好处就是一个连贯的动作 对不对 而且我中间如果有一些状况 我可以停下来叙述一下 说明一下 而且那些动作都可以非常的清楚连贯 不会像文字叙述那么的抽象 你可以用叙述加上画面 就会比较具体一点 OK 所以这个当然 不过能够把书写出来 倒已经不错了 另外各位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以目前电脑书籍类 电脑资讯类 目前前十名你可以看一个趋势 你会发现前十名 第一名的话是Excel VBA 第二名其实跟Excel 里面有一点VBA 函数VBA 然后Excel的话大概就是这两本 占前两名 再来的话就是Python Python 这个其实里面也是Python 这个也是Python 这也是Python 这也是Python 这个也是 OK 然后这个的话是Google的 做简报的 所以你可想而知 目前的趋势 最夯的就这两个东西 OK 刚好我现在主要是交这两个东西 而且我还有一个课程就是把VBA 跟Python结合一起应用 就是如果你会VBA的话 你也会Python 我是用你教 教你们VBA的这样的流程 来教你Python 所以应该你们很快 如果你有学过VBA 你要进入到Python 就更简单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再额外说明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接着继续来看那个 数学函数这一部分 那上个礼拜最后是做到 就是输入公式清除 然后就丢公式 那另外的话最后 方选好像有讲到 方选的话其实就是再把它加一下 按确定 分别把这个加 对吧 123 分别再把这个资料给他 他就帮你把结果丢到这边 OK 那今天的话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三密夫 所以待会请各位把那个三密夫 再来看一下 这个三密夫意思是说 我如果要统计那个销售部的人 奖金 你帮我加在这里 开发部的人奖金放在这里 OK 不是直接加总 要有区分 比如说这个 销售部就这两个加起来 再加这一个 OK 那怎么做 当然关键就是三密夫 另外销售金额大五万 数字大概五万的 帮我把旁边的这个数字加装起来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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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